由胡志明市出發向西北75公里 便會到達古知苑 這裏和市區的浪漫氣息很不同 因為古知苑曾經是北越的軍事種地 當中的古知地道更為越局出其制勝 講到在越南叢林道探險 其實裏面有很多當時越戰時期留下的軍事痕跡 好像我們現在要去的古知地道 就是當時越共的遊擊總部 隨時都有敵人在你附近偷襲 Cover me 古知地道在1948年曠發的時候開畫 全部都是由人力用鏟一鏟一鏟的鏟出來 總長度有250公里 總共分成三層地道 在第一層就已經要蹲著走 更加不用想第二第三層有多小多窄 在地道裏面全部都是有濕又熱 你看我走了一陣 滿頭大汗 還要繼續走 我這麼小的東西都覺得很辛苦 這些真的限制了外國人進來地道 適合越南的時候 他們的小小小小小的身形 裡面雖然空間有限 但是會議室、軍火庫、餐廳、廚房、抹油 甚至有人在地道生活了長達十年 日頭就躲在這裡 晚上就出去偷襲敵人 還要是這個A4寺的地洞出入 我不知道會不會卡住 其實地道有很多個入口 這個洞就是其中一個了 其實它比A4寺大小小的 我這麼簽售應該可以的 除了這些保留完整的地道地形 在地面還有很多戰機、彈克、炸彈之類的戰爭殘骸 還有很多見到都打殺冷陣的恐怖行政 在這裡還可以增槍上陣玩實彈 AK47M16淫君選擇 但子彈就要自快了 大約$200港幣就有10顆 我又怎會錯過這個機會呢?